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 项目实战,使用Angla.js 加Ionic Phonework加PhoneGap开发web app 第一步,我们拿到了需求文档、开发文档等资料 设计URM to 转Circle 数据库设计数据库添加相应字段时 我们需要的是创建那些需要的表 然后存放它的字段 然后再添加一些测试数据 你看 然后我们就创建一个项目 使用管理员身份开启VS 然后这里只是介绍ISP Download的方法 此项目只做数据开放的作用 可以用JSP、PHP、语言等开发其他开放数据接口 也就是Web Service或者是API提供的 或者加密的文 创建一个MVC Download 4.5平台以上的网站 这就是安装一个Web API的一个包 开放的JSP的一个包 然后修改全局配置 在这里添加一个在启动项目里面加上这个代码就可以 第七步就是我们访问层随意 就是访问数据层要写 我这里的地方写的是Ninco2Circle的 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写 还有什么EF的那种 再在控制器里面写入开发数据代码即可 你看我们在这个里面写去读取它的方法 读取数据的方法 我们然后只返回它所需要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这里是Ninco的写法 大家要是不懂的话要去百度可以问 然后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访问数据 这一刻我们在第一节课 在数据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里不做熬数 然后我们就是创建APP 这个我们也在项目实战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然后我们进去APP文件夹 然后运行添加它的配置 最后就是我们添加模板APPJS这一块 然后我们添加了一些模板 然后Ctrl通过不同的路由地址 然后进去访问不同的页面 这个是文章的 这个是文章列表 然后我们写完了这个路由和试图以后 这个模板我们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这里也不是在熬数 然后我们再编写页面的代码需要引入的文件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把样式文件已经引入进来 然后引用按GIS 然后这个地方引用所需要的模板 然后一个主启动文件 APPJS 然后我们需要是这样的方法 就是Index你看它是对应的第一个 我们一开始默认的就是Index 这个default的一个Ctrl 就是Index 这个Table 这个Ctrl 好 然后我们通过http.jsonp 然后通过这个地址来访问 这个可以改成我们的域名呢 或者是地址本地的也可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地址去访问 然后调述Data 是吧 然后我们传到 把Data放给作用域里面一个名字叫做 这个的 然后 这里是一个记录 我们是看它是否能运行 然后我们这下面的原理是一样 只不过是这个方法名呢 对应的菜单 对应的菜单 我们是API的菜单 它的参数就不同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将传入的是它的参数 你看 是吧 然后传入了它的参数 读取了一些内容 我们接下来再看 读取数据并在显示到页面上 这个地方我们使用了一个NG repeat 然后循环 把这一块 就 数据就全部循环出来 展示到页面上了 好 最后一步呢 就是完 好 好 最后一步呢 当我们把所有的程序运行完以后 就可以发布到 并装到手机里面去了 这一步就是我们首先是在本地去运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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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没有数据的 他是有原因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填的是 0.5 0.5 0.5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2 不行 这个不是 我们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代码 这个里面也是 要利用的 我们打开文件夹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JS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还是 4.191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把它所有的给 替换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展示 页面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替换掉这个内容 有数据了吧 有数据了 有数据了我们以后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替换掉 替换掉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 还需要把页面上的页面 再 修改掉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它的 地址 页面 页面 但是这个地方它的变化 这个地方 地址改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变化 我们点完以后 它会改成 这个什么 看到吗 Article List 3 好 这个 这个功能 我们就演示完了 在这个地方 看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到手机上面看的话 是一样的 我们在手机上面 我现在就是 用那个命令 打拔好 好以后 我们发布到 网上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域名去访问了 访问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之前截的手机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 这个还是蛮简单的 大家 用兴趣 仔细研究一下 就能把这个案例给做出来 所以说 这个还是很酷的 好 感谢收看本日教程 谢谢大家 what